等的时间28号 位于东耶路撒冷的耶路撒冷老城 发生枪击事件 造成两人受伤 以色列警方将这起袭击 描述为恐怖袭击 以色列警方称 枪手是一名13岁少年 行凶后被路人开枪打伤 警方正在调查其作案动机 最近恐怖袭击数量显著上升 之前从未有过 就在昨天 这里刚刚发生了另一起袭击 这是耶路撒冷24小时内 发生的第二起枪击事件 27号晚 东耶路撒冷一处犹太人定居点内 发生一起枪击事件 造成至少7人死亡 3人受伤